这里就是以前北京饭店 以前我来的没地方住还挺贵的 老刘来自新疆 没有老刘,安政队员 新疆登山,公公去登山啊 真的,以王铁南为首 感觉,我是其中之一吧 是我感觉挺好的 但是我感觉我们这些这样的 别说这个多么微辣 但是在中国的这个湖外啊 看一眼应该是以前 空中古道有四条古道 都是我亲自参与走出来的 我来说是不错 但我来说是不错 我来说是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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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里 在这边 我去哪里 在这边 去哪里 这边是不错 在这边 我来说是不错 这边的水 尸体 正前方远处就是珠峰 珠峰顶上现在有七云 珠峰顶上不珠峰 不是我这让想的都六十多了 你再不干个你自己想干事 哪天讨习到那喝拉子流上 最后一想啥都没干成 我那个珠峰都破产了 我再回去办十年庄 你他妈你百分之一拿出来的 就是呀 你是不是让我水吧 这是啥都想 当地下那个东西吗 我们的燕地算在六十多 现在是我们的餐厅 这是我们生起来的国旗 珠峰南坡大蒙银 最四周六七千米的雪山环绕 这个地方真震撼啊 四面巨大的雪山环绕 太震撼了 现在面对的这里是恐怖冰雹 然后我们从这里 要往上盘登 上面那个压口就是C1 这里就是恐怖冰川路线绳的刚开始 我们从车往上上 这次灯灯灯灯灯 这次灯灯灯灯 毕竟太露了 这次灯灯灯灯灯 毕竟太露了 我怎么没听到啊 你帮我转一下 老宋老宋 现在老刘的眼睛 视力出现了问题 他现在在阳台 请你告诉我 阳台到顶峰才有多远 他怎么会是在阳台呢 刚才管管户的话 阳台的话 我肯定能听到 他应该是在南峰顶吧 不是在阳台吧 你再确认一下 他到底在什么位置 老刘老刘 我现在回答你 你如果在阳台的话 你距离顶峰还有四到五个小时 如果你现在在南峰顶 你距离顶峰还有一个小时 老宋老宋 现在老刘一只眼睛好 一只眼睛坏 白茫茫一次 看不见东西 顶峰探险山上的队员 请注意 老刘在8600米左右 他的眼压过高 导致现在眼睛看不清 我这里说不到 你告诉他 一定要往下慢慢的挪 不要停在原处 停在原处的话 他们即使下来的话 只能协助他 也不可能把他拖着 往下走的 走得好 他现在非常的无助 我感觉 我现在跟他说 信号也不太好 我听得也特别费力 只要你是好好的 就行了 到了信号好的地方给我打 好不好 好的好的 我一下去就会给你打电话的 这是对讲机 这对讲机转下来的 所以声音不好 你放心吧 没问题 老雷没问题 好好的 管管是在阳台超过我 管管 管管 管管是在阳台超过我 嗯 阳台离南风顶还要有点劲 有点劲 嗯 南风顶呢 我发现眼睛不行了 我又往上又走了一段 走路这走到那个冰岩混合 我想不行 这走路下可能下不了 下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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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风顶那块 那你就是可惜到极致了 哎呀 就一步之遥就上南风了 那你就算登顶了吧 不过不过我 在年轻三十四年 我会干什么 真的 我会忍忍忍忍地学习 生命的这个 走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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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跑你 我知道你在我们不找找 随着秋风我们唱 我明明记录还有五位人 你不喝酒吗 不喝啊 好吗 不靠酒吗 不靠呼蔓 不靠谱 好了再见